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性格 也不是努力 而是一个人的心智 你见过有人因为性格特别好改变命运的吗 你见过有送水公 因为特别努力的送水而改变命运的吗 心智才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核心观念 你不用感到意外 如果你想改变命运的话 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心智 心智提升一共分为七个阶段 一定要记住我说的 因为如果靠你自己去领悟的话 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 首先第一个阶段 就是你对自己的言行毫无察觉 一切行为完全依靠本能 就是说话做事不经过大脑 完全处于动物本能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 你开始关注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 你会去思考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不再抱怨外界的人和事 开始懂得自我反思 第三个阶段 就是你慢慢接纳自己的平凡和不完美 你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情绪 变得非常理性 你能屏蔽掉一切外界的干扰 然后专注于做你自己 第四个阶段 就是你经过长时间的自我差距 自我反思之后 行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强 加上长时间的形态管理 你会变得越来越自律 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 知行合一 由你的大脑控制你的行为 你变得异常的专注 而且会用行动去验证你的思想 执行力超级强 第五个阶段 就是进入一种极致专注的状态 就是对你将要达成的目标和结果 几乎进入一种痴迷疯狂的状态 进入这种状态之后 你会迸发出超级强的智慧和魅力 进入第六个阶段之后 你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会逐渐增强 内心会不断涌现出慈悲 进入这个阶段的人 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恶莫作 众善奉行 因为利他之心的涌现 会有大量的资源 源源不断的向你靠拢 第七个阶段 你会找到你自己人生的使命和目标 然后为之奋斗一生 这个阶段你能找到你自己 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而活 我希望你能把这段话写进备忘录里 最后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阶段太漫长 想从视频课的形式去提升自己的认知 打开心智 那么我推荐你去看看定位 我365的课程就是定位理论的视频课 我当年放弃800万年行 就是因为看到定位会给我带来更多的财富和认知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你好好去学习 定位会打破你的固有认知 让你从最基本的一元认知提升到多元认知 突破你的思维模式 一步步拆掉思维的墙 让你少走弯路 这个视频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娱乐视频 可能能坚持观看到这里的朋友并不多 但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恭喜你已经战胜了那些 只追求短暂娱乐而缺乏深度思考的人 给自己点个赞吧 如果你想改变现状 逆袭你的人生 点击下方小黄车学习定位理论 从走进定位世界开始吧